这个完结我们就来看一看课堂评估的一个实施 就是实践 我们要如何去实践 首先在这个我们说的课堂评估的一个实践 老师其实是要很有意识的 有计划的去进行的 他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随意的 然后也不是说没有一个准则的 我们来看 首先老师一定要先选取他要教导的内容标准和学习标准 这就是刚才我在一开始第一个完结的时候提到的 什么是内容标准和学习标准 那么一般老师他会先理解了 深究了 然后接着下来他才来编制那个教学的计划 和准备他要评估的工具 接下来他就进行那个教学 进行教学 当然那一个活动是由老师去设定 这个教学的可能是多元化的 然后他怎么进行 就要看他选择的教材 然后他的技能又是什么 接着这个步骤就是 在一个进行的教学结束过后 老师就会开始做一个评估 然后也许他可以记录 甚至是分析那个学生的学习的水平 那个学生的学习水平是否有没有达成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的课堂评估是一个长年的 元细性的 它不是一次 他不是说今天我评估了你这样的一个技能 我们下次就不再评估了 其实不是的 所以这个课堂评估为什么我们说它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老师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他是怎么的让学生过后有一个后续 所以如果那个孩子他在这个部分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说老师欲去的一个学习的程度 或者是他的等级还没有去到更趋理想的那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老师就是说刚才我说的他要做一个有一个计划和后续他要怎么去辅导有关的学生 那么希望呢让那个孩子呢可以在 就是说接下来的我们在学习的课堂上呢 他会继续的去改进 好所以当学生呢在真正的完成了那一个学习的标准过后呢 完成了那一个课程 那么呢我们老师呢才会写这个才会把那个所谓的一个学习的进度呢 那个等级呢记录在这个学生的学习报告 学习水平报告 好来我们等一下再往下看 这个我过后在后面的部分会提到 那么呢在课堂的评估呢 我们是少不了那个多元化的教学 还有评估方法 那么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观察 在班上呢我们看学生 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小组的分配 然后可能是讨论问题啊 还是通过小组的一个讨论 然后学生就有一个这样的交流了 然后就呈现他的那个报告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口头的方式 还有呢就是这一个书写 好我们往我们往下看这里 我会更详细的做一个解说 好刚才我这里提到的就是观察 那么观察呢可以是我们观察学生的 学习的一个行为的改变 他的反应 甚至他的学习的进度 那么观察呢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呢 去进行的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阅读 然后阅读来说 那么老师可能就通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设了一个问题 我们让学生就好像看来我说的 让他们进行一个小组的活动 然后让学生去讨论有关的问题 那么呢老师这个时候就别太忙 我们让学生自己忙 我们就在那边观察 我们让学生先去设想 然后去找答案寻找答案 因为这个是让他一个自主学习的一个机会 那么呢老师呢就在旁寻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察 这一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观察了 看到发生呢 看到学生呢在学习上 如果他有面对难题 面对他的难点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呢 才进去参与那个孩子的一个学习 就告诉他 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老师的一个角色 我们变成更多时候是引导他们了 辅助这样子 对我们变成是辅助 我们就不要太忙了 以往的老师教学真的很忙 我们忙着要把所有的知识呢 都教会给学生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老师忙着教 没有让学生去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去学习 去 就是说通过口头的一个这样的交流呢 我们不知道孩子是不是 真的吸收到这样子 对了对的很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评估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口头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通过这个这样的交流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要可以收集到那些信息 比如我们可以有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一个交流 所谓的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可能就是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呢 一个我们说的那种小组讨论 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其实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交流呢 学生要学习什么 互相尊重对方啊 尊重对方的意见啊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对吗 这个就是一种学习 好 再来 如果是教师和学生的话呢 教师和学生的话呢 他就可能是老师问问题 然后学生回答 这种也是一种交流 只是可能比较单向的一对一 或者是全班的也可以 就看老师怎么进行 再来 学生和学生学习资料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就是学生呢 可以通过他手上有的学习资料 他理解了 然后他通过这一个 他所发现的一个成果呢 然后他呈堂 这种也是一种口头的呈现的方式 好 最后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熟悉的书写的一个方式 那么书写呢 可以是通过课业 或者是学生的那一个书写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然后呢 可以通过什么呢 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练习 对吗 一般的练习 然后呢 还有一般的就是呢 那个简单的测试或者测验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考试这样子类的 但是他已经变成不是主要的 他可能是变成一年只有两次这样的考试 但是考试我们当然还是要考核学生理解的 只是在课堂评估呢 他变得不再是那么单纯的 只是所谓的考试 他变得更是多元化的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如何说实践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课堂评估呢 今天我选择了阅读技能 作为一个事例 作为一个 那个我们的课堂评估的一个 那个什么我们说例子 好吗 好 首先呢 如果我选择阅读技能的话 老师呢 一定要先理解这个内容标准和学习标准 内容标准呢 我们来看 2.1 阅读以欣赏现代文学作品 具备独立阅读的能力 对作品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能在阅读中获得情感的体验 领会文章的内涵 感受语言的优美 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积累语言材料 能针对文章的形式 以表达手法进行探讨 借鉴 这个就是内容标准 那么针对这个 学习标准的话呢 2.1 1.1 阅读现代文 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展开想象 然后呢 获得情感的体验 领会文章的这个内涵 再来就是 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阅读中发展语感 感受语言的优美 积累名言加剧 并了解文章叙述 描写 说明 议论和抒情等表现手法 好 这个一定要先了解的 了解了过后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这个 进行的这个是阅读教学的话 也许老师就要先考量 他要如何进行这一个教学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没有说绝对 首先呢 在阅读教学 我们一般要先让学生初步理解 那个课文 好 那么呢 学生就要了解 什么是 作者在写什么 我们要扫除他阅读的障碍 让学生读通 读懂课文 理解这个课文的内容大意 再来就是深究那个课文 这个是进一步的 我们有 因为有层次的嘛 我们要循序渐进 所以在这个深究课文的时候呢 那个我们要让学生了解 作者为什么写 怎样写 然后呢 我们要强调的是 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段落 然后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 表现手法和迟疑的应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 可以更进一步的话 他还可以拼借这个课文的优劣 好 在这里呢 我就选择了这个中山的华文教材 志向数 来作为一个 我们今天可以评估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也简单的只是做一个介绍 首先可能我先让孩子可以理解这个课文的话呢 就好像如刚才我所说的 可能我除了要让他读懂读通的话 可以让学生朗读这首诗歌 好 然后呢 朗读诗歌过后 当然我们要进一步的理解课文的话 他们就要通过老师提供的一个问题呢 然后他们解答 然后可能可以呈现在纸笔上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要展示的是这个学生朗读的一个音频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老师准备的音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年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 献要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音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只像全员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只像显风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热光 甚至春雨 不 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 近一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素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 跟紧握在地下 夜 相处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织铁干 像刀 像剑 铁像机 我有我的红朔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 风雷 霹雳 我们共享 物癌 浏览 红迷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振 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那老师给你讲一下 好的 我们下一个完节 我们再听第二个音频 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马上 这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赵老师 给我们讲讲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 看年的 灵梢花 借你的高字 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 痴情的鸟儿 为绿营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指向全员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指向咸风 增加你的高度 承托你的慰藝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 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 静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 跟紧握在底下 也相处在云里 每一整风过 我们都互相质疑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谚语 你有你的同志铁干 像铁像剑 也像鸡 我有我的红梭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红炬 我们分担汉潮 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 五爱 流浪 红泥 仿佛永远分离 却不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所以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我们就下一个完结 我再进一步的解释好吗 好 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请老师给我们继续讲讲 DDTV KPM